大家好,我是惠惠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可以健脾养胃 补气养血,养心安神的养生米糊 尤其是对肠胃不好 经常失眠掉发,容易疲劳 有非常好的调理作用 首先我们准备30克的花生 再准备30克的红豆 加入一碗清水 用勺子搅拌一下 洗出表面的灰尘 花生可以补气养血,健脾养胃 红豆可以养心健脾 缓解疲劳 洗干净之后,用滤网给它过滤出来 接下来再准备几颗红枣 放入一勺面粉 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可以吸附红枣扁面的灰尘和脏东西 红枣有天然维生素丸的美誉 并且含有丰富的铁元素 有很好的补气养血 健脾养胃 养心安神的作用 尤其是女人,一定要多吃一点红枣 把清洗干净的红枣给它去核 红枣果肉属于温性 红枣核属于热性 所以平时我们在熬粥或者是煮汤的时候呢 要把这个枣核去掉 这样吃多了也不会上火 再加几个核桃仁 可以健脑补脑 接下来再准备20克的莲子 莲子可以补皮一肾养心安神 再准备10克的百合 百合可以养银瑞肺养心安神 加入一碗清水把它们清洗一下 莲子百合都有着非常好的养心安神 健脾一肾的作用 尤其是对于肠胃不适 健脑 失眠健忘 有非常好的调理作用 洗干净之后 用过滤网过滤出来 把所有的食材倒入破壁机里面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水的量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定 盖上盖子 选择米糊这个功能 打出来的豆子非常的香浓细腻 大约30分钟之后 这个米糊就已经打好了 把打好的米糊倒入碗里 一股浓浓的花生豆子香味 一看就非常的好喝 这个米糊有非常好的健脾和味 养心安神 缓解疲劳的作用 如果你经常肠胃不舒服 食欲不振 晚上失眠 白天没有精神 可以多喝这道米糊 香味醇厚非常的好喝 而且是特别的养生保健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收藏一下哟 喜欢后味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